穿上學士服 開心接受親友祝賀 這一天 鐵窗裡的藍天特別耀眼 讓大學的窄門為他開啟 除了宗教力量 還要感謝美國政府 提供的培爾助學金 受惠者除了清函學生 還包括受刑人 但自一九九四年起 當局就禁止援助受刑人 直到二零二零年 國會才投票解除禁令 現在助學金更進一步 擴大規模 每年多資助三萬個受刑人 完成大學學業 得來不易的機會更要緊緊把握 更生人往往因為求職不順被社會排斥而再度走上其路 但以加州為例 關押一位受刑人一年要支出高達十萬六千美元 資助他上大學卻只要兩萬美元 儘管如此仍有許多負擔沉重學貸的民眾感到不平 如何擴大支持有賴政府與大眾持續溝通 因為幫助更生人重新自立 節省社會成本才是最穩健的投資 我一天會成為你的鄰居 我願意給社會 你幫助我成為更好的鄰居 你不在意中拒絕我們 而從我們取消光 所以我們能夠 這讓一個人懶惰 大愛新聞 江玉婷編譯